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周易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今天呢 我带了一些筷子 准备给大家演示 古代的释法 这个释字呢 是一个竹子头 底下一个巫婆的巫 这个周易本身呢 用周易来预测 他这个就叫释法 严格的说啊 这个占卜 占卜这两个字呢 都是用于 这个用乌龟壳 来进行预测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甲骨文 乌龟壳 他的预测 这个细分的话 那个叫占卜 而周易这个叫释法 周易的古释法呢 在上回咱们讲的 这个周易大传 细词里边 有详细的技术 咱们就按照 这个细词的技术 把它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 他用的这个 刚才说了 这个释法 释法是一个竹子头 所以呢 他用的工具 就是释草 这个释字呢 是一个草子头 一个老人的老 下边一个日子 这个释草呢 不是太好找 据说现在呢 这个港台地区 还有用这个塑料棍 来代替释草的 因为咱们 我也没有买到那种棍 但是这个筷子呢 还是能够 很能说明问题 他这比较大 便于咱们演示 古代的这个 释法 就是说古代的预测 这个在古人来看的话 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 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首先要沐浴更衣 就是要洗澡 要换上这个 非常整洁干净的衣服 然后要祈祷神明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才进行这个预测 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之中呢 这种预测呢 他实际上是在和鬼神沟通 就说咱们看到的是人在这儿 这个做这些演示 但实际上呢 古人认为呢 实际上是鬼神在操纵你 你每一次这个分这世草 怎么分多少 那是鬼神在起作 而不是你自己在起作 你自己认为是很随意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很随意的 所以呢 他到最后呢 就能够得出一个挂 然后通过这个挂呢 他能够预测 你要问的事情 这些咱们就不多说了 下面呢 咱们就给大家演示 怎么 古人是怎么 用这个世草 来推算出一个挂 首先呢 这个世草呢 一共是55根 这里呢 我也找了55根筷子 这个粗细大小 都一样 来代替这个世草 55根是什么意思 55根在古人的观念里边 他管这个叫大眼之术 大就是大小的大 眼 就是眼生的眼 就是行走的行 中间加一个三点水 大眼之术 大眼之术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就是天术一 地术二 天三 第四 天五 第六 天七 第八 天九 第十 这123456789 十 加在一起 一共是55 但是古人认为呢 这个术是很神圣的 就是13579 是天术 24680 是地术 所以这个大眼之术 他用这个55 这个数字 大眼之术 就代表 我这个试法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试法 它是囊括天地的 那么 大眼之术55 其用49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55根草棍 你数出六根 摆在一边 其实呢 从头到尾呢 都不用 但是呢 因为刚才说了 这55根是象征天地之术的 所以不能少 那么这六根呢 就象征着 这一个挂 咱们上次讲了 一个挂呢 都是有六个窑 这个六根式草拿出去 就表示象征着这一挂 有六个窑 那么这呢 还剩 当然是剩49根 这49根 再拿出一根 啊 不是 这49根啊 就把它 随意分为上下两吨 上下的两吨 啊 然后 一堆植一煞 这个代表天 一堆植一煞 代表地 啊 从天里边 拿出一根 树之鱼 两堆中间 啊 这个呢 代表 人 啊 这个呢 就是天地人 这个在古代的天地人 合成三才 啊 古人认为这个三才呢 也是很重要的 啊 当然现在 咱们就说三才的话 咱们没什么概念 但是在古人来看的话 天地人 三才 实际上它也是代表宇宙 啊 因为咱们想的话 天地人 啊 这三样东西就包括了 这个宇宙里边最重要的 这三个因素 啊 然后 用四 除上堆 啊 为什么用四除 就这个四呢 就象征 一年 有四季 啊 咱们就开始 这个除 啊 四 再一个四 啊 用四除上堆 咱们就四根四根的 数一下 最后 剩三根 啊 把这三根 放在 人的左边 再用四 除下堆 啊 和上堆一样 啊 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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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 不说的话 大家也能想得出来 一共是55根 啊 开始拿出六根 还剩四十九根 再拿出一根 还剩四十八根 那么上边 余数是三的话 下边这一堆 余数肯定是一 对吧 再把它放在人的右边 现在这个过程 就是从 把上堆 除以四之后 用四除之后 然后再把下堆 用四除 这个过程 到这为止 算一赢 整个一个挂 要分十八次 就是十八次之后 才能出一个挂 但这十八次呢 不是说从头到尾 都一样的 不是 是每三次 是一组 现在 咱们大家看 就是第一营 就是第一二三营 是一组 从这三营里边 得出 出窑 啊 这一挂呢 是六个窑 咱们上节课讲了 啊 那么 出窑 就是由 第一个三营 得出 啊 二窑呢 是由第二个三营 所以六个窑呢 一共是十八营 啊 那么这个 为什么我说 是三个一组 咱们演示起来 咱们就知道了 啊 刚才 这第一营之后 得出了 这余数是四 啊 咱们已经把它 放在一边了 这时候 第二营的时候 再把这个 炒坡 再合在一起 啊 上下都合在一起 再随意的 啊 分来两堆 还是 把上堆 用四除 四 四 四 啊 大家看这回呢 是剩二 啊 还是把它 放在人的左边 下堆同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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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呢 也是 其实上堆 余数是二的话 那么下堆的余数 肯定也是二 就是说 它的余数的合 肯定还是四 啊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说咱们演算的时候 数错了 啊 算错了 这个是第二营 现在才进行第三营 就是再把这上下两堆 再合在一起 啊 再把它随意的 分为上下两堆 还是用四除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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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剩两根 那下边肯定也是剩了两根 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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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又是剩两根 啊 现在是三营完了 刚才我说三营之后就能够得出一个谣来了 啊 这个谣字呢 上次没说 谣字呢 就是交通的交啊 把上边那个前面四画变成一个叉子 交通的交大家想本身底下一个叉子了 现在上面再加一小叉子 这个就是那个谣字 啊 现在从这个剩下的就可以得出这出谣了 啊 怎么得出呢 就是 把这个剩下的 啊 这三营之后这个鱼术都拿出去了 剩下的这些 还是用四除 啊 但是这次呢 要要要数清楚了 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啊 那么 咱们现在就记住 就是前三营得出的数是九 啊 把这个数记下来 这个其实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用摇的形式记下来 咱们上次说了 这个 凡是逢到九的时候 那么它肯定是羊摇 而且这个九呢 九 九和六的时候 它是老羊跟老阴 它是要变的 变的时候呢 咱们在这个老羊旁边 画一个圈表示它是要要变的一个样 啊 这样第一个三营就完了 第一个三营完了之后 再把所有的都合在一起啊 重复做 这次呢 是大家看 把这个余数再拿进来 把所有余数拿进来 又从头开始 啊 用从头开始 还是 分为上下两堆 啊 每堆还是用四厨 一 二 这个 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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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次呢 剩三根 啊 下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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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它肯定是一根 啊 这是第四营 然后第五营的话 还是把这上下两堆合一块 然后再随意的分啊 分完之后 还是把上堆先用四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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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上堆 鱼一 啊 那么下堆应该是鱼三 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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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鱼三 然后 这是第六营 第六营还是这样 分为上下两堆 上堆 还是 用四厨 它是剩两根 那么 下堆也应该剩两堆 两根 来 现在第六营完了 第六营之后呢 这就说呢 得出了二摇 啊 这时候呢 咱们就得数了 数这个 这四根四根的 啊 是 是几 得出数 还是用四除 啊 那么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又是九 啊 那么九呢 又是老羊 啊 又是老羊 啊 现在 再把它合起来 开始 第七营 这个营呢 就是 就是营房 那个营啊 这个营呢 在这就是 操作的意思 啊 所以咱们 平常说经营 这个营呢 也是 也是操作的意思 还是这样 先分为上下两堆 这是第七营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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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呢 剩两根 那么下堆肯定也是剩两根啊 这上两根 合起来 要进行去霸影 还是分为上下两堆 上下堆 下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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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堆肯定是鱼二 下堆 应该也是鱼二 嗯 也是一样 嗯 下边再把它合起来 第九音 还是用四处 还是用四处 这回是剩三根 下堆 那肯定是鱼一 啊 下堆 鱼一 现在是 第九 第九营 所以呢 又可以得出第三摇来了 就是把剩下的这些 把鱼数逃出去之后 剩下这些 数用四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又是九 啊 今天这个咱们这个 算这挂很有意思 啊 都是 碰到的都是老羊 那么 前三个窑 大家看 前三个窑呢 都是老羊 所以大家看呢 这个确实是 比较费时间的 啊 现在九营 刚做了一半 但是这样的咱们 这个呢 是不能着急的 刚才我说了 古人认为呢 这个事情非常神圣的 所以 古人的时间也比较富裕 啊 他绝对不会着急 而特别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不可能着急 因为这个呢 你是在做一个重大的决策 你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做 就要通过这个 这个占卜 通过这事法来决定 所以这个 花些时间也还是值得的 当然现在啊 用的 就很少有人用这种释草了 啊 就是像咱们这个十八营的话 啊 这种方法比较少 现在用什么呢 待会咱们再说 啊 这个上堆 余数是一 那么下堆肯定余数是三 啊 有同学可能要问了 那 这么分的话 它永远是这种情况 永远是九啊 它不可能得出别的了呀 但实际上不是 啊 就是 咱们刚才 分了这个 现在第十营了 前九营都是有余数 如果没有余数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没有余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上堆的余数就算四 那么下堆的余数也算四 这样拿出来一次就要拿出八根 这样它剩下的那个数字就不一样了 啊 如果你每一次都是拿出八根的话 咱们上刚才演示的前九次都是每次拿出四根 如果每次拿出八根 或者其中有一次拿出八根 那最后最后的结果就 就不一样了 啊 这是第十营 这是上堆是鱼三 啊 那下堆肯定是鱼一 啊 这是第十一营 现在开始第十二营 第十二营呢 就可以出现 第四个营 就可以出现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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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始终没有出现鱼 鱼数 没有鱼数 就是说鱼数是四的时候 始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啊 不过不要着急 还有 还有六营 嗯 嗯 现在是 第十二营 所以第四个营 又可以从通过这 把这个剩下的鱼数拿去之后 剩下的这个用四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又是九 啊 因为它一直是鱼数一直是很很少 呃 鱼数一直是四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很少见的 咱们前面四个摇都是都是九 哈哈 所以如果要按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那就是 纯钱挂 啊 现在开始第十三营 这是球的第五摇 啊 还是这样 四个一做 还是有 还是有鱼数 哈哈 嗯 再把它送来 放下两堆 3C是第14影 又是三个 所以啊这个每次余数是多少 这个完全不是咱们 这个人就是算挂的这个人控制的 所以古代认为呢它是神灵控制 现在第15影 就是第五影 马上就要出来了 这次出现四根了 大家看呢它会不一样 这个整厨的时候 它的余数算四 我刚才说了 这样把这四根都拿出去 这下边同样 也是把这四根都拿出去 这样剩下的肯定就不一样了 是吧 12345678 8的话呢 咱们上次讲了 这个8呢 记作音有 而且呢 这是哨音 它不变 所以后边呢 咱们也不画什么其他的符号 下边是最后 最后三影 就是 求这个第六影 还是把它 随意 从那上下来 下边 下边 发现四个一组 另外还有鱼数 上边鱼1下边就是鱼3 第十七影 第十七影 34个一组 这个上面鱼2 下边也有鱼1 最后一鱼 就是最后的一次操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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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8 6 9 今天这个确实是有点意思 那么也是记作一个羊摇 然后 这个画一个圈表示它是动摇 这样的这个18营咱们就都做完了 整个的呢 就是 算刮的过程 就完了 今天呢 当然变化比较少 因为它到底哪次 每三个营出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这个咱们人也没法控制 所以它是这是刚才也是很随意的 一般的这个算卦的时候呢 它是心里它是有有事情 你比如古时候也是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 它要算 这个时候呢 它出现的这个卦呢 就是古人认为它是会有意义的 它给你显示 比如你现在你明天要去打一仗 那么这个战争的结果怎么样 那它就会给你显示是战胜还是失败 咱们现在呢 是很随意的 就是只是 做一种演示 所以它没有什么意义 这样呢 这个 它出的结果呢 也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刚才这个18营 得出的 就是每三营一组 得出一个窑 得出的数字 实际上是999989 把999989变成卦之后 就是我现在画在这张纸上的 这个 上边是 大家看上边这三个窑 组成了上卦 上边是礼卦 下边呢是 前卦 这个就是火天大友 然后由于 这些窑都是 都是这个 应该从下边画 从初窑开始画 都是老羊 所以它都要变成阴窑 这样变卦 大家看变出一个什么卦了 它都变成了阴窑 变卦呢 就变成了一个坑卦 上次咱们说了 这边呢是主卦 这边是变卦 这次演示呢 咱们就给大家做到这儿 把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